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又來淘寶開箱 由於上一集有個觀眾 他覺得我素眼比較漂亮 我馬上就素眼給你們看 因為其實我也是懶得化妝 今天這個背景就是我在鄉下的家 因為我買了一大堆東西來鄉下的家 是不用集運啦 不用運費的 一堆 雙手一我買了一堆東西寄了去香港 另外一半的東西全部寄來大陸的家 撕爆了整個房間 終於不是集運了 我們的自然光 唉... 好了我們開箱了 第一樣 狗羊豆漿機 這個樣子是我看見 它這個牌子做得蠻漂亮的一隻 其他都很大陸的感覺 很中國的感覺 這一隻比較新色 因為它這個就打開很重的 整豆漿用了 就加點水加點黃豆 或者加點芝麻 你想吃什麼味道的東西 也可以加進去整成一杯很營養的早餐 還有這個最大的優點是 它可以用wifi 可以直接用手機遙控 我覺得是不錯的 第二個就是 為了鬥漿機買的一堆黃豆啦 因為我們住在山區地方 我們是沒有早餐 沒有正常的兔頭可以去吃早餐 或者民間的小食 是沒有的 所以我們就買了一大堆東西 免費這個月我們會餓死在這裡 兩包一公斤的黃豆 就是用來做豆漿的 如果香港的話應該去街市南貨店也買到的 這個是赤小豆來的 買了三包 不會說很劣質 豆類的一包包裝 那你就可以加一包適量的水 每次用一包 這個適合這些懶人 我們剛剛加了1000ml的水 和一包的黑豆 按下去 五谷 開始了 它已經成功了 我們先看看 哇 熱烈烈的豆漿 應該是好喝的 但糖好像不甜 看看野車吧 你不知道野車 好重啊 我在淘寶還訂了一部麵包機 但是它還未來 留在SUR12那條影片再跟大家拍 由於這裡是山卡拉的地方 我們是沒有做餐吃的 所以我們平時就打算自己做麵包 尤其是大陸家比較大一點 那有些啊 擺垃圾的你哦 就買了很多東西了 那這裡就是材料包來的 1kg的全麥粉 小麥粉 這個是做麵包用的 買了兩包 哇 重得吐 肯定給我媽媽罵死 這個是有機餃子粉 有機粟米粉 這個粟米粉加在麵包上 是會比較彈牙的 Q彈爽 然後做麵包一定要用的烤模 那它這一間就是 各個分開 包裝我覺得不錯 因為烤模其實是不能放的 你一開它就要馬上用 要不然它就會死掉了 所以我買了很多 買了很多 我用烘焙用的沙糖 可可粉 還有賈大夫最喜歡的酸奶發酵粉 就是我買的美的麵包機 它是有附上酸奶的功能 那我們就打算自己試試做酸奶油 兩包提子乾 用來做麵包用 我之前買過的好上美紅棗黑桃 這個好吃 買給我婆吃 因為賈大夫說老人家最好吃多些紅棗補血 你看這個紅棗 嗚呼 這是沙鷹 由於在大陸的家要長住一個月的關係 買了個冰格啊 它這個下面是可以這樣按的 這樣就可以很容易取出來 這幾粒就這樣按出來 就是搞醬料的東西 這個不太好用 這個不太實用了 冰箱可以煎廣東話嗎? 對 好漂亮啊 因為粉紅色的煎盆 小小的 因為我們這裡是沒有一個明火的 所以就用電池露 然後這個用來煎一些Pancake 然後買了一塊砧板 是我上次那塊的大放大板 這個是 我打算用來切熟的東西 因為我外風那塊是很夠的 老人家用到夠了 有髮毛之後 山蟲也不肯丟 我偷偷地買了一塊 不要告訴他們 這個是我私家自己用的 這個是木棍 這個是給賈大夫拿來做 餃子 不是那些劣質 這個我覺得值得買 我們去年都是在家做餃子 但是去年是拿那些 啤酒瓶 啤酒瓶拿來 所以今年買了新的 因為我們買了麵包機 那麵包又不可以用普通刀刺 我們就買了把麵包刀了 這個很輕巧 這個更恐怖 這個高級 這個都貴的 六十多 上面有些欠文 我在香港都是用這種的廚師刀 拿來煮東西 我覺得這種是好好用的 我個人推薦 買這些廚師刀 是絕對絕對好過 那些什麼 褲匙刀啊 斬骨刀那些 是很廢的 我買這麼多支都是廢得有崩有性 下一樣終於不是廚房的東西了 就是文具了 這本部是很漂亮的 手織的感覺 這個花紋很漂亮 然後買了一卷MT 更漂亮的 又是貼紙 膠紙 這次我是第一次買這些印章 因為之前看貓星人的影片 我看到它這個印章印上去是很漂亮的 那這些寫日記的時候 就可以用數字 或者英文字母吸出來 那個感覺是grand很多的 把這些東西黏在舖上 然後再買這些印章 然後吸進去本部 大家明白嗎 總之如果不明白的話 就是看貓星人的影片 銀色閃閃 黑色圓 是超級適合一些 寫字 寫英文字是不行的人用 那時候是相受了跟觀眾的直播 然後他推薦我買的 我買了很多 這家東西叫做 不一樣的文具 三年二班 這個是放MT的盒 一個電隆機 還有兩隻深型的紋 然後這個是超級一定要買的美少女 我打算這個要帶回去香港 裝飾我家的房間用 哈哈哈 買了MT 貓貓的MT 好可愛啊 買了兩件很迷你的MT 這些款我是之前都沒有的 我覺得很漂亮 這隻 用來做分隔線是一流 而且它是分顏色的一套 一雙畫畫的筆 很好用的 櫻花牌 之後買了一本書 這個我買了很多套的 它是一個簡單畫手像的教學書 因為我前陣子買了一個GoPro 這個就是用來充電的 因為那些Action Cam的GoPro 如果沒有這樣的插座 其實是要 插著機器才能充電 所以是很麻煩的 所以買了這個三頭 而且它還加上電一起送過來 不知道它的效能是怎樣 它的感覺上是像副床 不是原裝的感覺 可能就會比較硬 買了一支很實用的腳架 這個你平時拍片可以這樣拿 或者搏一個夾子 扣在桌子上 然後這樣屈 例如我現在要做手像的 拍一支錶的 可以直接插進去拍 如果你只有一支腳架的話 就會很尷尬 它會看到腳架 譬如你用相機放在這裡 它就會看到腳架的腳 所以這些就是給高炒 那些平面的購物 然後很久之前買了一件衣服 就來不及寄到香港 然後寄回來帶 我覺得這件衣服很浮 這件衣服很浮 感覺上很大件 但是穿上去應該很肥 就是剛剛那些瘦的人穿 又買了兩雙拖鞋 這個好可愛啊 剛剛穿上去之後 是很軟 情侶裝買了一隻狗仔的給假大褲 我們在拍片 衛電視是吧 就是叫做衛電視 視頻視頻 網紅網紅 買了一雙鞋啊 我換了照片 我喝了什麼 兩碗那些 剛剛好開喔 欸 欸 剪藍花吧 這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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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 booth 怎麽會掉呢 不會掉呢 怎麽會掉呢 不會掉 w 完噴 這個是exactly我們香港那張 放多了一張放在一起 吃點喝可以 所以這張太實用 而且好看 好推介給大家買 這個是放電腦 架子 就工作的時候 這樣靠比較好看 等等你今天還沒工作半個 我今天放假 今天星期六 星期一就要工作了 这个是橄榄副买来打机用的 谢谢 这个好好看的 你看 这个就是弄完面包之后 你可以这样盖在你的桌上 放个蛋糕 馒头 这个好好搅 这个是杯子 知道 以后我们来这里住就用这个杯子了 第二个杯子 她的样子是很漂亮但很小 用来拆牙拆口 因为我原来买了一套 这个好漂亮啊 平时喝豆浆吃早餐就在这个杯子 最后最后就是这箱的行李箱了 又买了个新的行李箱 因为上次那个实在太垃圾了 那就买了个新的 趁这个双十一 这个就可以带回香港用 这个超大 我买这个是28吋 而且你看它的锁的位置 其实真的高级过上次的很多很多 所以就买了个 真的认真买来旅行用的 箱子一个多少钱 400多 这个贵了 这个是拉链的 这间店我以前帮个朋友买过一次 是挺不错的 这个样子也是漂亮的 完 开玩啦 好了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双十二海上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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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拜拜 耶